法師師悲 陳會長師悲 各位學員阿彌陀佛 阿彌陀佛 各位情報長 今天我們繼續修學戒律學的八關災界 上次講到獎益的第13頁 我們今天把獎益打開到第14頁 順便把上次補充獎益的25頁拿出來 補充獎益的25頁先把它抽出來 獎益打開到第14頁 今天要講八關災界 除了我們先前了解這個借項 還有整個八關災界的發新 它的一個 壽司這個借的基本的一個功能 還有它很多事選的一個準備 我們今天要來講一講 那麼有人在這個壽司八關災界的時候呢 由於事前的工作的一個 心理上的準備 還是事項上的準備呢 沒有做得很好 那直接就去壽司 那你會發現 你要從一個動向到鏡向 從一個出向到一個細向 那你平常沒有在觀照自己身形的話 你要從外圓收拾到內圓 其實除非你是已經是老學 所謂的這個老三 或者說是你跟念佛在持戒觀心 這方面已經很熟練了 你可以馬上收拾這個身形 那美心學要收拾八關災界 其實呢 要做一些準備的一些事情的一些工作 那麼例如 像我們這個講義裡面的這個第25頁 補充講表 我們要講到的這個五清禁法 就是說各位在這個平常的時候 乃至進入到道場 還是說你進入到你自己結界的這個時間 空間裡面呢 那你這五點 你自己要在還沒有發心壽司 乃至在發心壽司的過程 這五點就要有所關照了 要幫助我們把這個八關災界次收拾 那麼第一個 就是所謂的這個行時善道 行時善道 那行時善道不是只有在八關災界的 這個一整天做這件事而已 平常我們在受五戒的時候 我們也講到綠戒 不殺 不道 不邪淫 不妄語 不飲酒 這個綠儀界 它相對的色善法界 大家記得嗎 是離殺身 離偷盜 離邪淫 離邪淫 離妄語 惡口 兩舌 十語 還有離所謂的貪欲 離称慧 以及離 在平常 你在射五戒慧的時候 你就同時要修這個十善法 但是我們念佛人我們也有講到 我們是在四字三福行裡面有修十善業 所以這個十善業在平常 你就要有這樣子的一個修學 那特別你有這樣子的一個平常的修學 所以在八關在這的時候 你原念這件事情 要來幫助你八關在這的持守 所以這個行時善道 在平常 乃至在八關在這當天 就特別要原念這件事情 這個就是一個善法功德 善法功德 我們上次有講到 綠藝界一定要射三瓦界 來互相相聲相認 那第二個 就是斷賢後諸苦 這個是特別要注意的 所以我之前 我們可能在舉例的時候 各位去玩笑話 但是各位去看 其實這種 事前的一個防護不再造二 乃至事後你不再去 即便是八關在這間 圓滿的隔天 我講過 你不肯從一個清淨的一個激淨相 到你的生活圓結束 你馬上跳到一個躁動的一個狀態 就像我們常常看到 我們念佛激淨 這個開淨的時候 很多人是從那淨中 要到洞中的那個出向 是慢慢起來的 那絕對不會是你馬上 就是很躁動的站起來 很躁動的去搓揉你的射身身體 所以你這個斷賢後諸苦 就是說 你要開始進入到八關在這間的 射身律儀的這個部分 身口意這個律儀的時候 你一定要在前一天 乃至在八關在這間明像出的時候 你不要再造作一些有關殺業 口業的一些事情 上次有人問問題 就是說 我在教書的過程 那管理小孩子 要不要罵這個學生 小朋友 那這個就說 賢苦 你不要製造這個口業的因緣 你不要在今天 你已經發心 受這個八關在這間 要持守這個 其中一個戒 還是有口業嘛 是不是 你這時候就要把它守住 因為你要守這個律儀 這時候不講 菩薩的一個善小方便 你守住不要罵 不要講 因為有些事情 當下你可以不用處理的 順著時間往後延 那在綠點裡面 他是舉說一個殺生業 就是說 當下要殺的時候 我讓這條生命 延續到明天 那他 因為他舉廚師的例子 他必須處理這條理 那你今天已經 你做餐廳業者 你是廚師 那你今天 這條魚 就不要在今天處理 你就是讓它順眼到明天 那意思是說 你不要去碰這樣的業員 你要把這件事情往後延 因為 我們講八關在這間 你這間可以很多的 殺業 口業的東西 都不要在這間找 因為已經發生要受了 所以這樣的錢 要斷賢苦 這樣的因緣 你要先把它執行 乃至很多人 要受八關在這個前一天 乃至早上做媽媽的 要準備這個便當菜 還在早上還在做這個 這個鯊魚 還是做那個 切肉片的那個動作 這些都是要停下來的 甚至在前一天晚上 你們就可以做一個 拜餐的一個動作 所以前一天晚上就不要 多手牲口的一個造作 所以你在 八關在這個錢 錢是名相之前 還是名相出的時候 然後來到道場的時候 你的很多的生業口業 其實都已經要先 射受好你的身心了 不是來到道場才開始 在前天家點晚上 你就可以自己 省省拜餐 因為我們在後面講到 那來到道場的這個過程 這個有關口業生業的部分 都不要再造了 那第三個 不為惡心所腦 不為惡心所腦呢 就是說 行時善道 斷前後諸苦 就是已經把綠一戒 一戒生造業 口要造惡業的部分守住了 不放到這個因緣 但是你 內心的惡心 有時候 你來到道場 還是你的工作場 因為我們等一下會有人提到 說他大部分會在工作場而 發行他的八關災戒 然後 那這件事我們等一下來討論 你 可能在嘴巴上不講 身體上不去行動 但是因為你避敬眼睛耳根 尤其像你在工作場合 發行受八關災戒的 難免你內心才會死心動念 那這惡念你要關照 就是來到根綠一的 前面兩個就是你透過 這個 生根口的慈戒 不要去違反 那你意念這個東西 它是一個接著一個很快的 這是在小考裡面提到 就是來到道場 看到這個佛山 那這佛西 師兄師姐怎麼樣怎麼樣 杯子來亂擺什麼什麼 看得好清楚 從這個報道 報到這個休息間看得很清楚 看得清楚不是不好 你眼睛閉起來的話 整個嘴倒裝牆壁了 所以你有看到 但是你的惡念不要起 那惡念其實就是 分別心開始起的時候 就是惡念了 你有善惡對待 我對我做得比較好 你們做得很善 這樣子的善惡心起來的時候 那個惡念就開始要起來了 那惡念有時候 就不一定是害中生 焦慢也是惡念 我做得好 你這位老菩薩實在是很糟糕 就是說 在即便在道場 我們不要講到工作場這麼難的 即便在道場裡面 大家都發著一份的一個心來 但是難免其實現前的時候 你那時候的心是看在外面還是看在裡面 所以不為惡心所腦 那要先關照到 這個是根綠儀 那剛剛講的 我借綠儀要用食善力來幫忙 給借綠儀力量 那你根綠儀的這個部分 那你內心的善的力量是什麼 就是 意念守護 你根綠於這樣一個力量 也要有善法的意念 那個念也要是清清的 就是所謂的 以意念守護 那意念守護 那當然我們就是在佛場去念佛 念法 念身 還有你念戒 特別願念今天大觀在戒 你的戒相 戒的功德 然後當然還有念天 對不對 那我們使佛就只不修天 那我們就是念淨土功德 還有隨時念詩 念詩在道場不一定就是一種財務上的故事 與人方便 一個和言悦色 一個愛語 當然在道場我們能不講話就不講話 以上就講過了 淨語是因為要把整個 蛇根耳根眼根 對色聖相會覆 整個六層收起來 你會發現八方在戒 四根門戒 五條根本 四根門戒一條遮戒 那後面的三條 都是屬於遮戒 除了九以外 後面還有三條遮戒 四根本中間四條遮戒 都是在防護你的對深層 對色層 對這個促層 對這個未層 這種種的看法 所以不見得會講話 但是有時候難免 在互動的時候 一句阿彌陀佛 或一句打個招呼 那個都是一種念詩 布詩 的一個表現 那所以 整個在災死前到進行當中 這整個部分很重要 到後來晚上 即將入睡之前 做了你的功課 回鄉念團 我不是要回鄉 我們上次講過 大瓜災界 你要是要持哪一種災 是八聖災 不是要求人權功德 是要回向未來存佛的資糧 出世 出世間的資糧 所以第五個 回鄉念團 這念團是解脫翻好這個事情 去向解脫翻 能如是災 你能如是得去一心受死 災 就是一心專注 則四大保障 這四大保障 這個 我們義 翻義就把它講 這個很大 無量保障的意思 不及其一分 那天王福報 義守不及 那這個部分 就是在普炫受死的時候 我們會來講 怎麼樣來較量這個功德 好 那所以 在你的發心 能不能心境 除了源於廣大眾生的發心之外 你在整個進行 八光災界持守的時候 你要有這樣的心境 的心法 要來受死 我們八光災界團 那事件準備呢 就是依於這個來說明 就你除了了解借項 你要清淨你的三頁 那剛剛整個那個三頁 就是我們身口義三頁 就是如是的去觀照 如是的去清淨 所以 如借金雲 若欲受災 先當事語 遮先諸二乃得成就 這個事語當然不只 盡於這件事情 這個事語當然也是指那個 要對於這個 這個我們講的這個 第四個望語二口兩舌 這個部分都要收射起來 小心謹慎 跟你的深夜口夜的意思 所以心境三頁 我們回到十四頁了 心境三頁呢 除了這個剛剛講的 你的觀照門之外 你的實際動作就是禮燦擺借 所以我剛剛講到 如果八光災界 請一天晚上 你就可以做一些拜禪的功課了 這我們也很鼓勵 我們在修學五戒的過程 難免直戒 對於虛偽戒不容易 完全的清淨 所以你如果有在拜禪 88佛這個拜禪 大概平常都可以做了 所以這樣的事件準備 會比較 在八光災界這樣受死的時候 你會完整的所謂的心境受死好 一天一日來這個功課 要不然你再想 如果你沒有做這個功課 你就是一個很粗糙的身心 慌慌張張的 悠悠慌晃晃的 來到佛場 受死這樣的八光災界 你怎麼有辦法說 一日一夜這麼短的時間 會有這麼大功德 那一日一夜時間相對小 以較量功德來講 為什麼會一日一夜有無量功德 一定是你用心境心的一個狀態 來做實 那你要清淨心 那清淨這個方法裡面 清淨有好幾個定義 你這些事情也要做出來 前面這五個部分 所以這個事件準備 就是以戒來清淨我的身跟口 那以念呢 以清淨念 以念來清淨我的煩惱 那個念前面有講過了 以意念守護 乃是不為惡心所腦 那是以念來清淨煩惱 第四點我們來看求受方式 以及納受戒體 那這部分就不明講了 因為整個儀軌部分 我們今天不是我們要講說的重點 那整個八方災禁 自治獸 還是來召道場 向法師求受這個八方災禁 它基本上完整的儀軌 還是我們上次看了自治獸的一個儀軌 它基本上從發心開始 你的發心 源於一切的眾生 這一切眾生當然就是 你以殺戒來講 你可殺的 你不可殺的 那你可殺的一定是 一些你生活周遭碰得到的人 到這個小到螞蟻 那不可殺的聖人的境界 你不可能去殺 地獄的境界你也不可能去殺 或者說遠在非洲的眾生 你也不可能去殺 但是不管你可殺不可殺 可到不可到 這一切的眾生 都是你原念要守戒的一個對象 所以你這樣的戒就廣了 那乃至不只現前的 這個可殺不可殺的對象 乃至時間過去現在未來 因為我們要先發這樣心 因為你在歷史上我們有看到 那個君王 對已經死去的就是罪人 脫出來鞭屍 就是說他對過去已經過往的眾生的 怨念都還在 其實我們都有這種特質 我們現在今天只是沒有那麼大的福報 去做這種事情 但是你在發心的時候 你就要以過去現在未來 那這樣子的一個發心才是廣大的 好 那麼日期呢 我們上學講過 六災的原理 就是佛陀在印度的時候 依於印度的這個信仰 民眾的信仰 那以這個天跟人之間的互動 天界跟人界之間的互動 有六災事件嗎 真的是大家記得嗎 那或者是 五階有講 五階到後面試操的時候有講 除了每個月的六災 還有農曆的一月 五月 九月 你持長期的八關在見 有的人是自由夜 我把那個駕駛都安排在一整個月 我專心到道場去 或是自己在家裡面 我一月 受死一月的災 或受死三個月的災 或受死三個月的災 或受死三月 農曆三月的災 或在農曆九月受災 你從每個月做 或說你把其中在正月五月九月 也可以 乃至所謂的本身 你自己的生日 所謂的母難日那天 或說父母的生日 或你自己的生日 這個日期也可以 或說家人 你的父母親 你直屑清楚你最敬愛的人 新人的紀日 這些都可以 這些日期都源於你自己的發心 要做功德 要做回向 乃至我們講到最後 我們工商社會時代 沒辦法 就是禮拜就禮拜天 你自己定 你自己定 看怎麼做 你去做起來很歡喜 非常的自在 所以日期由你自己來發心 那當然 神一見的懺悔 跟整個儀鬼在懺悔的時候 又要再做一次 因為懺悔的時候 那個整個心提起來 不管自治獸對三保佛賢 還是源於這三知識和尚阿舍利 你就要做這個懺悔了 那當然懺悔 往昔首照豬肉夜 只有五十三分次 這四句禁 你可以就這樣看 那或者你用自己的語言也可以 我摩甲 從以鬼前面也有三歸一欄 那三歸一晚之後 你就要做餐 我摩甲 你受三歸一靜 那麼 從於五死截來 以至今生 深夜不靜 沙道靈 口夜不靜 二口 妄語兩舌其語 一夜不靜 這個 攀語稱會使盡 諸多的惡事 君相諸佛菩薩 乃至真賢生生 現賢阿舍利 賢求愛懺悔 大概就是這樣的語言 那你坐在佛前 你就用這樣自己的語言這樣 那講完之後 你還在注意 我今 摩甲以懺悔境 深夜清淨 口夜清淨 一夜清淨 那後面的遺軌 你當然就可以繼續去受寫 因為遺軌裡面有八條界 你還是要從於那個 戒相念出來 還有所謂的發願的那個念出來 所以這樣子的話 就是一個整個完整的求受方式 整個求受方式 那麼完了之後 那你就在這一整天 如法如矣的去受寫 那這第五個呢 裡面講到這個舍戒 那舍戒呢 這邊是講一日一夜 上次講過一日一夜 不是24小時 它是一個日夜 一個白天一個晚上 那 黎明曙光 自見掌紋 但是這邊補充一下 你自見掌紋 不是在屋內 屋內就相對暗 我們如果要講 你應該已經知道 陽台或者院子外 可以看到你的掌紋 或這個戒即捨立 當白天這個掌紋出現了 戒即捨立 但是裡面為防萬陰 如意超雲 若有染心 將欲犯戒 寧可捨以為之 就是這裡面的某一條戒 你沒有辦法做好 尤其這個四根門中間 當然這個其他四條戒 也是在八萬災戒 都是很難得的 你跟他說好 你都有違反的一個情況的話 即將這個 尤其是根門中戒 你就捨戒 然後再去做 日後還有懺悔 重新再發心受戒 這樣的因緣 那若受災矣呢 若遇捨戒 不必要從於五重而捨災戒 所以五戒要捨的話 他有相對的一些條件 他對這個人 對這個聽 還有你的捨心要出來 那你的心 你的捨心 你講的話 還有對方那個人聽得懂 那你講出來一說 五戒才能捨 那八萬災戒不用了 八萬災戒其實就是 明相出的時候就捨了 當然就沒有講到如果 是整個要吃 過不死 有時候你真的 當天是你非得要吃的 不能守這條過不死的話 若遇死死 還是得告訴一個人 那你這個過不死的這條災 就捨掉了 好 那普遇死是因為 在優格射戒經裡面 有講到 其實這八條 如果在平常五戒 你持守得很好 那後面加了三條 這二戒 它其實相對容易 我們就是不要去考慮說 是在上班情況 那個等一下我們再拉出來 另外考慮 就是說你要到道場 是你靜默在家裡結界 其實它是相對容易做得到 那你能做得到而不做 這邊講 其實就是放義 其實就是放義 那你能做得到 能獲到無量功德 那獲無量功德它有兩個層次 一個就是 你在修道上你的資量廣大 那一個就是在滅罪上 它有辦法除去過往你所造的 因為你受的八方在界 這樣的一個清淨 禮遇 善罪 這樣的心 你可以善回到過去的這個無逆罪 那征服呢 就是以這個 較量功德來講 這個在今年有講這個 受死八方災界這樣一個 出世的一個福德功德 大過你在世間修復的一個轉輪聖王 乃至一個步驟 不只世間轉輪聖王 一個一大步驟的這個轉輪王 功德的十六分之一 都還不及這個八方在界 一日一夜清淨受死的功德 所以它用這樣的較量來教授 這種出世清淨法來受死你的福德廣大 那當然就是在人生上 你未來會得到一個人生 而且不只是人生 我們五屆就可以得到人生 但你受死八方在界 又得到尊貴的人生 人生是一個去 你去向這個人道 但是那個你的行跟暴 你的行體跟暴體會去向更尊貴 你的生根圓滿 所以你的一樣是人生 但你暴體就更殊勝了 那當然另外一個面向就是它遠離三二道 遠離三二道 那在人生的過程 下一次生命的人生也比較容易遠離二序 那乃至常常受死八方在界 你未來就是在人間之間的往返 那以我們修學道的資料來講 你這樣的八方在界修學就容易比較有力量 因為它就是一個解脫煩惱的一個法門 那對於淨土資料更是一個助容 因為你看我們整個 除了世根本仲介之外 其他的遮戒 它裡面真的用意就是跟御界脫離 跟御界脫離 讓我們來看一下 這邊有人問了 這個問問題 我順便就來回答這個問題 因為剛問到上次我在講這個 不延伸歌舞界 就是不延伸就是我們的濁香花曼圖 圖香油 香油圖身這件事情 還有歌舞觀聽 那我上次有講到佛曲這件事情 在八方在界也不適合 因為你平常是靠這個佛曲來色心 就是我跟一般音樂剪別 所以我聽佛曲 我覺得這比世界的命運之音好聽 可是你不要忘了 佛曲裡面還有詩族 所謂的琴弦 元素還是一樣 只不過它可能就是做的比較 讓你感覺到心意非常柔軟 可是這個就是說還是粗的相貌 你對聲音還是非常期待 有這樣的方式來讓你心裡安靜下來 所以你在平常初學 你可以用這樣的接引沒有關係 可是如果你學佛203年5年 你都還一直習慣有聲音在你耳邊這樣繞 你實際你才靜得下來 那你恐怕就是太依賴這個所謂的生成 你耳根還是潭然生成 我們耳根本來念佛法滿滿滿 是回歸到佛號這件事情 那各位有沒有發現佛號我們是曲解 從西音到五音 到後來你自己念佛的時候 根本就沒有那西音五音來做 南無阿密陀佛 你不會藉著那個音律 來集中你的注意力 但是每個人的專注力方便不一樣 但是我說八觀再接受盡量減少這種音律 那我們現在佛場裡面放的七音佛號 五音佛號就是最大的方便了 就不需要再去聽 我們在唱清淨法身佛 這個音樂了 這個都太快樂了 那個是一種讚嘆的音樂 讚嘆佛的音樂 但那不適合來色心 不適合色心 所以五音佛號七音佛號就是可以的 我覺得念佛機裡面基本上都可以 但是各位就是去檢測一下 這個聲音的音率越變化越少越好 越少越好 那上次講風聲雨聲各位也不要想 書會叫我們不要聽風聲雨聲 我也不是這個意思 風聲雨聲你聽到那個專注的雨滴聲 如果是不能以色心做直觀用的很好 但是我講的上次的意思說 當你沉醉在那個風雨一片寧靜的那種 感覺到風景很好 那你就已經離開世間為翠這件事情了 你怎麼會覺得世間還很好呢 還沉醉在風景裡面 不是 所以我意思說那個聽 所以說你看 從世間的這個粗糙的這種染濁的音律 到這個染濁的散法的音聲 這個都要一步一步的捨 最後到這個佛號 你能專注在一個單一的佛號 到你內在的一個聲音 那麼這個就是一個 剛剛要跟各位講的說 你淨土的資料的話 你第一個耳根 你就源於單純的佛號 那你這個過午不死這件事情 是中午過了之後不吃飯這件事情的借像 很了不起嗎 並不是嗎 他為了要對峙我們什麼 平常吃太多 飲食不知絕智 蛇根的灘染 乃至不止過不死 我上次有講過 我們在八關災界的一個災難裡面 我們要做的功課是什麼 防心離過貪等為終 這是在對峙你的貪心 你的慾念 那這個部分你就是要去對峙 那不只對峙又怕你太疾迫了 就是說為了要對峙你完醒又不吃 你又回到中道觀 就是說苦行不是我們鼓勵的 但是放逸行是我們要對峙的 所以將來中道觀未成道業 顧受此事 所以這裡面的種種的一個官法 光是吃飯這條字也過不死 它裡面就有種種的一個官法 所以它重點就是說 多食多吃 多食致導致患苦 患病的患 苦樂的苦 多食致患苦 那少食呢 細力酸 所以你要中道 你要中道 那這邊的一個問題就是說 那我長期這樣子過我不死 其實家人已經不了解 那我在過我不死的時候 平常我一個人沒問題 可是今天過後我的親緣來了 我的父母來了 那他們也沒學佛 如果他們剛學佛 比如我們做媽媽的 就會看小孩子少吃一餐 就會覺得這樣不行 那一兩不良 我說現在重修 你們附為一個比較精進 一個剛學佛的 先生要上班的 商家班很忙 大家看到他過不死 你就很擔心 其實這個有方法 就是說應該在平常的時候 你在 你發心長期 要過不死 我不是只有在八關在一劫的時候 才吃這一條 我可能發心長期的時候 我就慢慢飲食至極量 我就單一來收拾這個 過不死這個劫的話 那你平常就要做一個功課 要去搜尋一下有關 現代的養生的概念 就晚上吃飯事實上是不好的 就是八點過後吃 整個東西都囤積在你胃裡面 乃至你可以跟你的另外一半 還是父母講說 晚上可以慢慢改成吃 什麼心飯少量的 乃至到後來一步一步成功的時候 你父母會覺得 晚上真的不吃或掃食真的不錯 完全不跟他提 修道這件事情 你先讓他了解 吃飯晚上少量 乃至到後來晚上不吃 是一件對健康養生是有幫助的 從這個角度慢慢帶領他們 而不是你急著把自己修道的功德 跟你內要跟他們講 他們一時間是沒有辦法去接受的 所以你要做這個功德 你內在清楚 你對外在的一個詮釋 是有一個善小方便的 所以這樣子的話 當下次父母在來的時候 他也不知道你在壽食過不死 他就這樣很健康 那你那時候就真的要吃 就弄廢食漿 那你的父母看來很高興 你有吃 但是你有沒有違反過不死 你就變成廢食漿了 所以我是覺得 你這邊面對家人的心情邀請共餐 這個避不掉的 那你就做吧 你不要越做越擔心 這樣不好 那所以這過不死 就是對未成的一個對峙 蛇根 我講過 玉界裡面還要用到的 顏耳鼻蛇身 蛇身香味醋 掛鉤最深的就是你的味塵 跟你的這個 這個 這個什麼 味 香味 蛇身香 跟味 你的鼻根跟蛇根 所以你要讓自己的心 不在這個影子上造作 慢慢的心越來越清安 你這個味塵跟香塵 爆發塗 你喜歡洗香皂 你喜歡塗香水 這個部分都應該要戒除掉 那上次也少講了這個 我們補充講義 第25個的這個 離言為矣 離言為矣就是在講這條 不延伸歌舞的這個 延伸的部分 歌舞我們解釋過了 就除了這個 世間音樂外 我們佛寫不聽 那我們看一下25頁的離言為矣 要解釋一下這個威矣 不是我們佛門裡面 對法的體認 對戒律的這個持守 展現出來的威矣 是指世間的陰落 衣服 莊嚴 莊飾 這樣子的一個威矣 左者西音舍離 你有披戴這些首飾 穿這個漂亮的衣服 你助威怡壽 以在家者隨分修隨 出家藉故 所以你必須要把這些東西捨掉 有莊嚴為放育之主 所謂的莊嚴就是世間的莊嚴 就是你開始放育 就是放育之主 就是你開始在放育了 所以欲調伏者 則不放育 放育者不應做而做 就是說你可以不用穿 你可以捨的 但是你不去做 這個就是放育了 那壞胃遺痊 不公禁固 不得利 那麼這裡面就先走到 這個希舌論裡面有講到 你如果你的手錶 你的這個像鼓獸的女生 長期佩戴的玉琢 可是它平常不是染心 它那個可能是夾船 那它不宜染心來穿戴 你就不用常常拔起來 拔進拔出 那你能拔掉就最好 你拔不掉 你只要檢查 我戴這個 這不宜染心 所以據說如果你講 你這些東西是長期佩戴在身上的 不宜染心固 那所以開圓可以開許你戴 但是我們去學習到後來 你會發現我們的身上的東西 越來越少 待在手指上的這個石頭都拿掉了 高貴的石頭都拿掉了 所以這些東西慢慢捨掉了 也不一定在八觀戰界才捨 但是由於你世間 你是一個接種了菩薩 或是你世間你的行業別 你必須要這麼做 那你就是平常戴 但是在八觀戰界難得有一天不戴 就全部把它捨下來 所以手錶是開啟的 但是你金錶就不要了 很高貴的金錶 那個太有染酌性了 就不要了 就拿下來 那面珠可以戴 但是一條數萬塊的城鄉面珠 就不要 其實你有沒有染酌 你很清楚了 如果你沒有染酌 你有沒有那一串佛珠放著隨時拿 拿走你不會起心動念 那你就是沒難做 那如果你覺得說 我仇上拿了這一串百萬念珠 你不用到百萬 一萬兩萬塊你就很執著了 你就不要拿 所以那個東西都要捨 好 那麼所以這個就是說 剛剛在較量功德的時候 這就是淨土資料 你從這個眼攤好色 身濁細滑 這個香花曼衍生 這個圖生 這些都是對生根的一個染酌 乃至這個睡眠的染酌 睡眠染酌 就是說這個高廣大床 我們上次也還沒講到高廣大床 這個高跟廣 我想我們現在比較自視的一個答案就是 高大概就36 換算 那個尺寸換算就是36 38公分高 那可能比這個桌子還低 應該這個就是比椅子高一點 比你們的椅子再高一點 那我相信各位居室在家應該沒有這種高度的床 道廠都會這樣設施 各位到道廠去售食八貫再借 我們那床絕對就是低低的 那我們現在的床是內層低的 大概就是36公分了 但你再放那個藏荒床上去 就絕對超過了 那這裡面 那寬的話就大概是120公分 但是如果不以公分來講 就是你翻個身 你的寬度像這樣我們的寬度 你的兩倍 那這裡道廠的設施來講沒有問題 因為我們從一開始就是要為了修道來準備房具 乃至各位這次要來的時候 我們就把各位當修道的人給各位睡這個床 可是很多人是從沒有學佛結婚夫妻買一個大床 乃至你即便是單身 你買單人床裡面去注意這個 那你買了之後要收八貫再借 你總不會去把它鎖掉這床嗎 那怎麼辦 繼續睡 算是繼續睡 是繼續睡 但是呢就是 你高廣大床的部分呢 其實有兩個做法 以前我們三知識有跟我們講 你能那天特別打那個所謂的 我們不是有那個 怎麼講 石碰錦那個怎麼講 草席類的東西 它很厚有海綿的 你就鋪地睡 那第二個 你能搬得動 你能把上下床搬移的 你就搬 因為我剛講那個兩層 那第三個真的沒辦法 你還是睡 你不可能叫你東西睡地上 各位要知道高廣大床這個硬度 當時是什麼字界出來的 它的精神就是要對置你的交慢 不平等性 就是說 坐臥不只睡覺這件事情 睡覺我們想要睡得清雲 不像哥睡得太放硬 高廣大床不要睡 但是裡面還有一個座 為什麼 因為印度文化裡面 有錢的大長者 婆羅門 他跟他講話的時候 他就把自己升高 你在上位 我在上位 請選是我的尊貴 所以他們特別會把自己的位置變高 那所以這樣的一個精神之間 你就知道說 床除了睡覺放一件事情 那其實座跟這個座 就是要對置你的交慢 你的不平等 所以各位在受食八光災機的時候 你萬一是主管的時候 你也要對置這個煩惱 因為很多主管的位置 椅子跟它不一樣 所以你坐上那個位置的時候 高 你的椅子高 那個心要對置到 你不要說戒律沒講 他真正要對置的精神在這裡 那所以你在睡的時候 真的那個床沒有辦法改變 你其實就是一個親近心來收食 那你要把這間界收好 那你自己要想辦法 你就是像那個床 以前我們就是大張雙門床 我們還是在家中的時候 我們老師就教我們 那一般的床是堆東西 就不要睡 就把它墊高 那你就睡 給你自己購的那一份 那個部分 那我們出家中 像一般道場它打充補 高度沒問題的 只是它充補它是廣 那怎麼辦 我們就是要用那個 單人的那個 折疊的那個草席 把自己結界起來 所以這些都是可以做得到的 那不可能是換床 所以你用一個草席 的那個單人的草席 那個你就可以把自己的睡眠 就借起來 這些都可以訓練 如果你平常只是一家 翻來覆去的 就代表你睡覺睡得很放逸 那八關在一起的時候 就可以訓練這件事情 可以訓練這個事情 那所以 這邊還有問道 我們在講不忘語界跟 不包含這個奇語 面對沒有水火心有 談論時事的時候 消遣的時候 那八關在一起 這裡不一定是八關在一起 就平常的不忘語 八關在一起的話 你就不要再擔心人際關係了 你要回應它輕鬆的好笑的 有時候 這個你在平常就是要有一個 你的威夷 我輕鬆跟你輕鬆 但是我靜默 我認證的時候 人家是可以分別出來的 所以你平常的威夷門做得好 你受八關在一起那邊 即便你不講話 或者說你話比較少 人家也不會覺得很習慣 如果你平常五戒的言行 就是嘻嘻哈哈不莊重的話 那你當然在八關在一起 你會覺得你很怪 所以還是要五戒的時候就要做 這個有時候我們在縮房的時候 或細笑都養成習慣 尤其現在的小孩子 打妄語長輩還跟著打 就看到一個笑話 覺得供養各位 反正很少講笑話 就是說這個阿嬤 做一個阿嬤的 就慌慌張張的打一個手機 給在療房的這個孫女 說你趕快躲起來 你們老師今天來找你了 說你今天沒去學校 然後就說我孫女來就講說 阿嬤你才要趕快躲起來 為什麼 因為我今天請假的原因 是說我阿嬤往生了 可是在講這句話的時候 老師已經到門口了 兩個一碰面的時候 老師要開口講話的時候 阿嬤就立刻再打一個妄影 老師你不要怕 今天頭戲我回來看看 這個就是在講 平常其實是在講笑話 在講笑話的時候 你可以講 但是你其實講這個笑話的時候 你有沒有法的精神在裡面 你就是要跟年輕人接種 就是說你看你講一個笑 你講一個謊話 後面還有另外一個人來圓你這個謊話 所以你是藉著講笑話 把它轉成你要分享的法 像這一招是對年輕人很有用的 你剛剛講笑話 但是你剛剛重點說 你看你愛講謊話吧 可是你講一個謊話 後面還有一個謊話來圓這個方 而且還太誇張了 先休息十分鐘